很多人喜欢用贵圈真乱似个字来形容娱乐圈 因为他们觉得娱乐圈不少明星的情感史都很丰富 不过,那些年龄较大 混迹娱乐圈多年的明星,情感史丰富也就罢了 很多明星小小年纪,就情史丰富 这可真让人难以接受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娱乐圈那些情史丰富的男明星们 1.红荣红 红荣红是宝岛歌王洪一丰的长子 19岁出道就抱红 最知名的女友是台语天后江慧 两人分手多年后,还增在江慧的初登场演唱会上同台 红荣红有过两段婚姻 首任妻子是在教会里认识的蒋秀美 1998年结婚,但仅维持一年 两人就离婚了 同年她便与陈诗宇再婚 婚后育有一子二女 2005年她带着家人移民加拿大 却在2013年爆出婚外情 与贵妇小三Susan同居 甚至把前妻及小孩聚于门外 红荣红的感情向来都是日久生情 从江慧到第一任妻子蒋美秀 第二任妻子陈诗宇 一个是她的教友 一个是她的助理 甚至贵妇Susan也是她合作厂商 看得出红荣红比较喜欢窝边草 她与新婚妻子张静云又是同样的SOP 两人同为华特唱片的歌手 如今红荣红有了第三任妻子 态度比前两次结婚低调 据了解因她非常在乎小孩和陈诗宇的感受 以及红妈妈的看法 想花时间沟通 所以才迟迟未公开 二、正近一 年轻时她曾经跟苏丽妹高金素没谈过恋爱 还追过林慧平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多情的她竟然曾经两度为情放弃生命 之后放荡不羁的她 女友换过再换 曾有主持人当着镜头问她交过多少女友 她说 实际数目击不清了 但五百歌少不了 2017年6月份 歌手正近一被拍到现身酒店 媒体爆出她是到酒店寻欢作乐曲的 更将酒店妹带出场 且没付钱 反而打电话给替她扮演唱会的金主 硬是让对方买单 金主因此气到直接抽走五百万的赞助金 此外 风流成性的她 在多年前 被传是夺走杨秀慧第一次的人 过去 艺人杨秀慧在谈话节目中 聊到初恋男友话题 还大方分享第一次的经验 虽全程没提初恋名字 但过去她在徐乃琳的节目上 坦言十五岁就和郑继一相恋 第一次也是献给她 因此让外界揣测杨秀慧所言的初恋情人就是郑继一 三 吴宗宪 谈到吴宗宪 还是会想到她的风流情史 吴宗宪这几十年间拥有过非常多不清不楚的感情 不过大众知道也就是来位 但是最后胜利的却是袁佩妻子 袁佩张薇薇是发廊老板 当年她和费玉清清常光明这家理发店 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 逐渐发展成了夫妻关系 两人在1990就结婚了 不过并没有领证 如今吴宗宪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袁佩所生 结婚后 吴宗宪就跑到娱乐圈发展了 那时候的她唱歌好 而且主持功底也不弱 在圈内小有名起 在1995年的时候遇到了陈孝萱 吴宗宪一见到旧爱的死去活来 对陈孝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可是陈孝萱在1996年的时候和别人结婚了 不过好景不长 1997年陈孝萱又离婚了 吴宗宪急忙抓住机会送房子 送车子 送珠宝 带她上节目 最后可算是打动了人家 韩元丽是吴宗宪节目的工作人员 1995年刚满18岁的她进入节目组工作 后来两人保持情人关系秘密交往了八年 吴宗宪的助理文文 从吴宗宪主持节目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她了 替吴宗宪打理节目事宜 传闻中的情人之一 2001年 吴宗宪自己亲口说吴晨军是她七个情人之一 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还尚未可知 毕竟只是吴宗宪一家之言 就算是有关系吴晨军肯定也不会搭理她 网球美女刘怡轩是2020年被曝光的 4月份的时候两人一起打网球 一起聚餐 然后吴宗宪将其带回了家 除此之外 关于吴宗宪的情人还有很多 2007年张永新 2010年宋悉妮 2020年安以爱等等有名无名的 明面暗地里的太多了 4.刘德凯 刘德凯事业稳定后 在娱乐圈遇到了她的第一个老婆 台湾的配音皇后王景平 在60天过后 刘德凯就认定了王景平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并向他求了婚 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辆出租车上 完成了婚礼 而刘德凯在老婆为自己生了好几个儿子之后 也没有闲政 不仅当了穷瑶小鲜肉 还拍了不少戏 甚至还玩起了劈腿游戏 刘德凯的第一个出轨对象是女星徐贵英 她和刘德凯在一起后 要求刘德凯与她妻子离婚 但刘德凯拒绝了这个请求 之后徐贵英觉得自己的真心被辜负 果断和她分了手 而刘德凯与王景平离婚不久 很快便进入了下一份感情中 再一次拍摄她与刘雪华一见钟情 还跟刘雪华玩笑地说 我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当时刘雪华对刘德凯的印象还不是很深 也不是很好 但两人的性格非常互补 一个活泼开朗 一个细心沉稳 金风玉露地重逢 让两人深深吸引在了一起 那时 他们已相面六 七年 刘雪华已有身孕 结婚看来已是势在必行 媒体更是大肆爆出双流要结婚的消息 谁曾想 当时刘德凯正在法国拍一脸幽梦 刘雪华就在台湾等着生孩子 没想到刘德凯一转眼就喜欢上了20岁的法国姑娘安琪 还把这事告诉了刘雪华 后来她更是当着媒体的面公开了她的女朋友安琪 这个消息 让刘雪华如造累积 据说她在洗澡的时候 因为太过悲伤发生了意外 子宫也没保住 再也没有了做母亲的资格 5.黄任忠 黄任忠其貌不扬 甚至被以言语间三刻薄出名的作家李敖 认定为台湾三大宠男之首 但是 黄任忠的情场条件优越 发达前是权贵公子 发达后腰缠万贯 1985年 45岁的黄任忠淡出了企业管理层 转向投资业务 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风流 黄任忠日夜周旋于众女人间 身边始终保持有20个女朋友陪伴簇拥 她喜欢京剧 古董 拥有滑翔机执照 爱好滑水及滑雪 当她做这些时 身边有美女相伴 真是现杀旁人 她专门修建了一栋豪宅 供自己和女友们玩乐 家中长时间同时住着10位超级大美女 此外更备受世人谈论的是 她的一张豪华大床 可以同时容纳9位女友 最为夸张的是 黄任忠最高峰时 同时拥有上百位女友 这些女友都挂着干女儿 女徒弟及女朋友的名号 而黄任忠对这些 丝毫不隐瞒 她曾说过 我好色 可是我敢公开好色 为何一定要偷偷摸摸的好色 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传媒及大众 她这一生有四大爱好 美女 美酒 跑车 豪宅 黄任忠之所能在情场呼风唤雨 当然是因为她大洒金钱 据她自己说 总共花了20多亿新台币 六 李宗瑞 李宗瑞像父亲一样也喜欢女明星 她曾经交往过台湾名模吴亚新 李宗瑞相中吴亚新之后就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在模特公司的尾牙联会上 她不请自来 很快就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将美女追到手 那段时间她在夜店玩乐 少不了吴亚新的陪伴 然而这段感情并不长久 李宗瑞频频劈腿 两人很快便闹了分手 毫无疑问 李宗瑞那时就有了不轨行为的怪皮 就在两人闹崩后 李宗瑞还以此威胁吴亚新 但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 和吴亚新分手之后 李宗瑞又开始了烈焰之旅 虽然公开的女友没几个 但大多是身材火辣的模特 而且不管有没有女友 李宗瑞的夜生活向来都很精彩 这期间 虽然有像吴亚新一样的女孩 知道自己被伤害 但碍于事业或者颜面不敢公开 直到最后 一对双胞胎揭开了李宗瑞的面孔 两姐妹发现被拍下不雅照 决心揭露她的真面目 于是以指诉状将李宗瑞告上法庭 最初李宗瑞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反而称双方是两相情愿 幸好警方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在走访期间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 事情越闹越大 更可怕的是 李宗瑞违法行为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 期间并没有受害人主动报案 这件事曝光后引起巨大轰动 除了李宗瑞被冠上一抹恶棍的骂名外 受害女星名单也成为网友猜测的焦点 明星谈恋爱 说来也是寻常之事 正常对待即可 但突破道德底限可不行 像娱乐圈最具代表的这几位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剧本的结局 好坏都是自己亲身导演 也给其他人提了个性 何必贪多